我們看看一些Acid 為什麼叫做Acid 為什麼叫做Acid呢? 就是因為它有H 它有H的Iron 我之前也看過所謂H的Iron 其實是相當於一顆Proton 所以說Acid 第二個Definition 就是它會給一些Proton出來的 叫Proton的Donner 就是它會給一些Proton出來的 接著我們看看 如果Acid再加一個Alcohol 它就會組合 這裡我這樣組合 這裡我組合 接著如果我們看看Iron 其實我們就可以燒走了這些Iron 其實就只是這個 這樣 你看回如果所謂的Base 其實它是提供了這個 而這個有什麼用呢? 就是它會接著那個Proton 而變成這個 所以我們說這些Base 它是Proton的 我是做說 Receiver Reeceiver 或者叫做Accepter 或者叫做Accepter 感谢观看